晚間九點多 台北市民生西路 機車一輛一輛的過 這時一名白髮老翁 卻徒步穿越馬路 前兩輛機車都閃過去了 老翁可能太緊張跑了起來 第三輛摩托車完全來不及閃 老翁摩托車同時消失在畫面中 就在公車前方 慘遭機車迎面撞上 當時羅姓老翁在馬街醫院 看完預生之後 想要徒步穿越民生西路 結果就在車陣當中 遭到機車外送人撞上 送醫後傷重不治 馬路中央留有大灘血跡 就連雨水都沖刷不掉 羅姓老翁突然橫越馬路 騎士完全來不及反應 撞死一條人命 招式的周星男子 是快遞平台LaLaMove的外送員 他剛在三重送完貨 要到接單率較高的 林森北路等下一張單 沒想到就在途中 意外撞死老翁 而第三責任險 目前僅有兩家保險業者 在10月初新增車禍理賠 這起撞死人的案件 恐怕無法獲得理賠 我們都現在分局 全案是以過失致死的部分 來移送 又是外送平台造成的交通事故 從國慶連假開始 先是桃園再到士林 兩名外送員命喪輪下 14號晚間 則是首度由外送員 釀成死亡車禍 新北 雲林 嘉義 也都由外送員車禍受傷 五天內三死三傷的交通事故 都與外送員有關 台北市交通大隊 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這個月31間外送車禍 一共兩死20傷 星期五將和外送平台業者 開會約束 外送員每天穿梭車震 搶劫單拼效率 接連造成危險 已經成了新的社會問題 記者許志銘 陳怡璇 台北報導